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三个很好的见证哦 我有做过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子 他一岁半从楼梯跌下来跌上脑 现在三岁大哦 现在三岁大 可是哦 是一个吃午人 我去看他 他就是眼睛这样大大大 嘴巴手不会动的 我手这样他也没有反应的 Totally的一个吃午人 每个星期去医院 每个星期去医院做 物理治疗也办不到的 可是我跟你讲 他吃了一个星期 他的手会这样开 转身一点点 他妈妈讲还不够力 可是当次的一个月 有一天我跟Uncle Leung 去他的家要拜访他 在屋子外面听到一个小孩子 在笑到吉利是很大声的 我就问Uncle Leung 不要跟我讲是那个孩子 不可能啦 别的孩子 进去就是那个小孩子哦 那个婆婆抱住他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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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两个手这样 拿起来一直咬 笑到很大声的 我们看了那时候啊 这个你们叫什么 Gay Mata 起到晚了 因为太神奇了 我自己也不能够接受的你知道吗 结果我被骂我跑去 哇怎么好到这样 没有好不要乱讲 赶快到去房间 因为老人家搬当 所以你知道 救到一个这样的小孩子 是不是功德无量 不然的话 他可能就是昏睡到他跑为止 可是还有一件事情 真感人 你看我要讲到 我这边就麻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妈妈 在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 跟我去吃午餐 一次到一半哦 眼睛拔下来 在那边哭 我就问他 修祝你到底在我摸 然后他情绪稳定下来 这样 人们 我这辈子 真的不知道怎样感谢你 我的儿子现在每天晚上 要跟我讲话讲得很累 我虽然说很累 可是我不介意我很快乐 为什么呢 意思说 我儿子在昏睡的时候 他头脑是祸的 所以他每次听我们 跟他讲话讲话讲话 他都血了 可是他不能够讲话 你讲他会痛苦吗 这个小孩子 所以传这个哦 你往往就会得到 大家的内心的喜悦